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在昨日发表的全球报告中指出 根据加国房地产资料显示 在如多伦多温哥华等一些房价本已十分高的城市 高价的楼房比低价楼房售价上升步伐快很多 使部分向小房换大房的市民感到换房越来越难 以多伦多为例 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一季度 30万元至50万元的楼房价格只上升了28% 但售价介乎80万元至120万元的楼房 同期则上升了40% 售价介乎120万元至160万元的楼房 同期价格甚至增加了50% 换房一族根本无法追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